然后呢在线上的话 可是呢其实新的版本之后大部分都是圆 那我要从这一点追踪过去 所以你可以怎样呢 点圆之后 然后我的起点是从这个中心点 追踪过去 我给他距离就好了 中心点距的话100 所以你就先输入100 这个叫追踪 他过来就不用再多画一条线 他这一点就是100的位置 再DEnter DEnter 113.5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就少画一条线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追踪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上两个方法都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从这一条线 这边有个 你不能说老师我看到这个点我就给他乱点 你会发现老师为什么这地方画出来变这样怪怪的 为什么要切过来 然后切到这边人家 有没有 这样丑丑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切到这个切点上 特别是要点一下线 对不对 再来呢 我的切点没有出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强制锁点 所谓强制锁点 特别是要 强制锁点 我强迫只能够出现我要的那个点 叫什么 切点那强制锁点呢 记得哦 请你按一下Ctrl键 加上右键 Ctrl键加右键 Ctrl加右键 Ctrl按住再按右键 这个时候他就让你挑选 诶 请问一下你强制锁点 你要锁哪一点啊 哦 我要强制锁点 请你帮我锁那个切点 有没有 切点出现有没有 点一下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其他点都不会出现 只有出现这个切点的 然后过来之后 Ctrl再加右键 再帮我怎么样 锁 切点 OK 然后呢 空白键结束掉 那另外一边也要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Ctrl加右键 锁点 切点 切这边 然后这边 Ctrl加右键 强制锁点 Ctrl加右键 那这边的话也要一个XX 所以从哪边呢 这边也要一个从这个切点到这个切点 所以这边一样 这边 那Ctrl加右键 切点 这边 然后过来这边 Ctrl加右键 切点 一样 然后 Ctrl加右键 切点 Ctrl加右键 那这个 这个强制锁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也蛮常用到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形给画出来了 OK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 其他尺寸 我想各位再把它标一下